這條是黃蟹吞下魚 這條吞下魚就是我們供應商 每天抓到 就剛好6.9 就剛好運到我們 日本酒店了 不是說笑 你不是沒有摸到我 說笑 大哥說笑 在大家看湯魚的時間 我都覺得我們師傅 在日本 就拿了很多很多湯魚的牌 包括湯魚有雞蜂豬 所以他下的刀法 每一刀都很準的 他下刀 大家見到 雖然這刀很功利 但不是那麼輕易 放一條這麼大條的魚 而且這條魚 今晚差不多吃270多磅 就很花兩位師傅的起力 現在 師傅 剛才已經解了頭出來 接著身分四部份 就會起些魚肉出來 我們平時在香港吃到的湯魚的刺身 通常都已經經過雪藏 在那邊解帶 雪藏 在香港再解分 凍才給大家吃 今天我們這條魚是很新鮮的 即日抓到 即日運過來 可以馬上吃 師傅 解完這條魚之後 就會在這裏慢慢的 撇些魚生 做壽司給大家吃 大家放心 今晚這條魚的重量 足夠給我們所有科法 就是要去鄉用的 是的 記住 我們每周一晚都會做這個 每周一夜晚都會做這個 小魚做 剛才講師傅 拿到了湯魚排 待會停住 給大家看看 師傅的手法有多盡 很厲害 不是說把刀封你就可以做到這個厚果 對 是的 謝謝